上次我说到达爱德河王子岛号的几天我住在民宿 那几天就在找房子 期间还抽空去赶了海 我现在要去赶海了 去附近那个海边去试一下 看能不能抓到什么 我发现这里的地上有好多蒲公英和车钳子 这是东北农村最常见的 不过第一次去的是最近的海边 基本上只能捡到最普通的海红和牡蛎 海边回来后路上就左右看着那些漂亮的房子 路边经常能遇到各种砂坡和小苹果树 还路过了好几个教堂 之后几天找好了房子 邻居是尼泊尔人 后面和几个华人朋友去商店里买了几次东西 也感受到了这里的物价 我第一次来买药料理是看着自个人 还不说发音还不说看 不过多走了几家店铺对比以后 后面就知道买什么东西 去哪家店比较便宜了 走了几家店后 我终于在Atlantic Superstore 买到了好吃的大米 是东北大米的感觉 那几天就连续炒了好几次菜 在开学之前 我大概留了两周的时间来安顿 和适应这里的生活 开学前学校安排了一次当趟的游览 介绍周边的主要一些地点 当天又新认识了一些朋友 有印度的、墨西哥的、卡塔尔的、越南的等等 开学之后还有一次大型的新生欢迎会 当天活动更多一些 有免费食物和饮料 非常热闹 最后欢迎的是竹球踢把子和飞斧子 最后欢迎的是竹球踢把子和飞斧子 今天大概就讲这些 下个视频将是开学后的故事 中间来说明天活动更多的 还能够尽体能开学时 尽管了一多个小时 天活动更多的工程